《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Cat 現證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認為美國正在衰落 但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最新報告預測 它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 不會在2035年前超過美國 每年12月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發佈亞太地區18個經濟體 至2035年的長期增長預測 根據日本智庫估計 美國將保持對中國經濟的健康領先 美國的GDP在2035年將超過41萬億美元 而中國的GDP將接近36萬億美元 造出這個逆轉估計的原因是 中共的COVID-19清零政策 以及全球對這項政策的回應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經濟學家 在上週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寫 習近平政權進入史無前例的第三任期 清零政策以及 指中國獲得先進技術的中微脫鈎 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的沉重負擔 專家們預測 中國的GDP增長率 在21世紀30年代將會下降到2.2%的範圍 甚至將達到這個更低的水平 假設未來習近平進入第四任期到2032年的話 中國勞動力減少將會更拖累經濟增長 報告說 我們假設了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 將會受到日益收緊的中國企業信息技術限制 對台灣突發事件日益增加的擔心 以及中共清零政策的持續影響 《華爾街日報》12月20日發表社論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中國經濟放緩的大部分原因 是中國自找的 社論中寫 同西方技術的脫鈎 是對習近平政權下的盜竊知識產權 間諜活動和政治欺凌的一種反擊 《華爾街日報》進一步提醒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報告 並不是美國自滿的理由 但報告提醒大家 美國保留了藉根私人創新和自由市場競爭的重要優勢 社論認為堅持做好自己才對 模仿中國的產業政策和保護主義 並非保持第一的途徑 這間《日經》附屬致富的報告說 由於嚴苛的清零政策和美國對中國出口更大的限制 中國經濟將會放緩 從長遠來看 中國人口減少所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將會成為其經濟增長的阻力 報告說 第一個因素即使中共當局在12月7日宣布放寬一些限制清零的措施 導致經濟放緩 很多家庭對未來感到憂慮 會更加控制消費支出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的限制 10月 美國拜登政府實施了新的出口管制規定 要求出口商在向中國公司銷售高端半導體 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時候 必須獲得商務部的許可 此外從1月起 將在美國眾議院佔據多席位的共和黨人要求白宮 對中共採取強硬行動 報告認為 從長期來看 中共當局極可能被美國的出口限制、清零政策 中共自己對國內高科技行業等的壓制 以及房地產市場調整等障礙所困擾 今年11月份 中共官方發布數據稱 從2022年3月份以來 中國大城市失業率持續高於整體調查失業率 今年11月份 中國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達到6.7% 和4月份疫情高峰時相當 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再度攀升 尤其是以大城市和年輕群體的失業率提升較多 中國城鎮總體失業率達到5.7% 相較9月和10月份再度攀升 造成失業的最主要原因 是今年以來中國多地的疫情反覆 地方政府封控措施不斷 大量的小企業和私營企業 未能捱過防疫封控而倒閉的情況嚴重 據中國企查查數據 今年截至12月1日全中國餐飲相關企業 註銷吊燒49萬6千間 零售相關企業註銷吊燒190萬間 兒童相關企業註銷吊燒2萬間 中共持續的嚴厲防疫封控 導致中國城鎮大量的小飯館關閉 今年11月份 中國餐飲業收入同比減少了8.4% 今年前11個月同比下降了5.4% 上海市徐匯區居民化名王傑 12月16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他居住的小區有9,000多個居民 以前小區內有十幾間飯店 但是在實施防疫封控之後 就無法經營 現在解封了 只剩3、4間還在經營 江蘇省毛石市化名張騰的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他所在的地區飯店大量倒閉 即使現在還在經營的飯店 客人也很少 雖然防疫封控解除了 但大家都害怕傳染 都不敢出來消費 中國居民的消費意願也在下降 官方發布的數據稱 今年11月份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相比去年11月份下降了5.9% 據中央社在今年12月份的匯總整理 今年11月份 美國零售巨頭旭爾馬 關閉了該品牌進入中國市場的首家門店 位於深圳的鴻湖分店 今年3月份 法國大型零售集團加樂福 關閉了曾號稱亞洲最大超市的中關村廣場店 加樂福今年第三季度在中國已經關閉了超過50間分店 今年7月份 另一個跨國零售業巨頭儀家 宣布關閉在上海的陽普店 該店開張以來 實際營業時間還未夠兩年 中國著名的家電零售業者 國美電器在今年上半年退出了60個城鎮 關閉了門店562間 減去新開張門店 該公司淨減小門店370間 防疫風控衝擊中國零售業和製造業 同樣也使大量農民工失去工作 在中國製造業基地之一的河南省鄭州市 當地的生產活動和供應鏈受到封控的極大干擾 台灣著名代工企業傅士康 今年11月報告營收下降了11.4% 該公司在鄭州市營運全球最大的iPhone組裝廠 該工廠在11月份爆發疫情被當局封控 影響到iPhone14系列的出貨 外商混雜的中國江蘇省昆山市 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製造業重振 但經過動態清零 昆山市人口流失嚴重 失業率飆升 昆山市的蘇女士今年9月底接受希望之聲的記者採訪時表示 她所在的小區居民都自己修建別墅 出租給外地來昆山打工的人 但經過防疫風控 現在該小區租房者大量減少 空出了很多房 她說以前這個小區是沒有空房的 網絡上的信息顯示 一些工作時薪已經降至每小時5至6元人民幣 還需要競爭才能得到 另外用工大戶中國房地產行業 今年以來的開工情況也持續下滑 今年1月至11月 中國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了近四成 房屋施工面積同比下降了6.5% 房產項目開工少 就意味著用人少 而且房地產業還涉及鋼鐵、水泥等多個行業 其開工面積減少也會進一步影響到相關行業的就業情況 又鑑於中共官方數據來歷有水分 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 可能大大高於中共官方所公佈的數字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林彥、張苑、王嘉儀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國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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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紳士國聽新聞》